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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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可以拿一匹比较弱的小兵 用这个66A 拿一匹特别弱的小兵 堵到墙角66A直接一咕了 大概呢那一下呢就是个小一千万 非常的给劲啊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你想刷分呢 建议用这个杀狗刷小兵 而且呢在你有衣服的情况下呢 小兵拿你也不疼对不对 那么咱们再来把这个杖料给他A死 A三下前A 等落地慢出236A 再前A 这套伤害的话呢绝对是十足啊 这套伤害绝对是十足 建议的话呢这套连招可以多练习练习 最后呢带他走一发大宝剑 直接呢拿下了这个张辽 好吧这关结束之后呢咱们来看看 下一关呢随一个什么怪物 咱们来看 定军斩下豪 那么呢咱们就斩一斩下豪啊 这位置呢直接跳到这个双马处啊 直接跳到双马处 打一个马王的霸脸 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分数大幅度的提升 就是用这个杀狗刷的是吧 不给大家看了 直接口报一下 就是拿着小兵呢走到墙场里跟溜溜 非常容易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我是选择开场打红马一个霸脸 然后啊打这个什么 打一个潮被杀直接带走 之后呢这里你可以选择把这个使地丢掉啊 然后呢减个红马令快啊 那个9就不减了 因为这一个气好吧 我这不是闲的吗 一个气的话没有必要报个大局 就没有必要 最后呢把这个道具减回来 用这个红马令呢再打一打 尽量的话呢是把这个 分数呢就是在你不缺格子的情况之下 多用选择就能打打啊 因为呢你这个多一命可能通关的好一点 因为这个人物打分的话呢 不是那么太难啊 不是那么太难 只要你会那个啊 在视频上集有教过各位的这个撞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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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撞打之后呢 下条A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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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反复去换这样的话呢刷分就很难度了 最后呢打这个boss呢 你多用点误刷刷分也很难 那么呢分数来到了这个315000万 我是选择呢在这个双马节目中呢 走一个两个右 因为的话呢我身上没有核实力 啊我也呢也不想捡这个七星剑 啊这个游戏的话呢 其实建议 呃七星剑呢就 不是特别必要的时候 不要去捡啊 呃效果挺好 但是的话呢怎么说呢 呃没有这个什么啊 没有这个爆炸的伤害 哪个人物适合捡七星剑呢 就是用属性剑不强力的人 我给给各位举个例子啊 呃住个量 啊无论是A住个还是B住个 用属性剑不强力 然后呢你打小边加的这个 血是比较可以的 然后呢用属性剑强力的人物呢 给你据几个 比如说马超 A马超 A陆逊 啊然后呢 A操操 啊这几个人物 他在爆气之后呢 属性剑重要的伤害呢 一场的恐怖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不建议你 去拿这个没有任何属性的七星剑了 啊拿三把剑 比如说火剑爆剑冰剑 这三把剑的话呢 打到大多数的boss都使用 啊所以说建议是不强 这个位置呢 这个铁塔兵也不给各位看了 直接减减过来 我用冰剑呢打这个 下火源啊 虽然说呢不是克制 但是呢这个伤害也够用 你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小兵啊 做个人啊 不打你你就 哎躲源 好吧 这伤害也够用 对不对 这的话呢 这个 本身这个66A的输出 加前一的输出呢 就够 然后呢 属性剑的话呢 咱们都比铁建枪 所以说的话呢 轻松击杀了这个下火源 这套的话呢 建议你玩陛下 玩这个必欢迎啊 可以这个 试用 那么呢来到了下一关 直播八阵头 这关的话呢 我把身上的这个铁甲令呢 去给他用完 然后呢 动物书一满 我就丢一个动物书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是在哪又捡了 这个系列铁甲令啊 那么呢 咱们就给他用一用啊 继续对着这个 扫子6加7啊 扫子从第一关 这个6加7 你没享受到 这位置呢 我再让你感受感受 这个6加7 直接呢 搞定了这个扫子 你可以看到呢 在一个动物书之后呢 一个铁甲令 直接呢 就把这个扫子 这个拿下了 现在呢 也是看看分啊 看来这局的话呢 武艺也是问题不大 这个游戏的话呢 活用原局令啊 刷本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里呢 又减少了扫子啊 因为的话呢 嫂子打这个司马仪的话呢 可以无限溜溜 无限的顶他 这个司马仪受不了 这里再来 哎 这怎么呢 我怎么兵住了呢 走 顶歪了 顶歪了 让不让顶啊 哎 我要拉到角落 到这个巫人的小角落 我来顶一顶 哎 你看是吧 这里连续顶他 顶不住受不了 继续顶 以身一出来了 再顶 到时候再捡 不着急 来了一个反撞 好活 继续顶 就顶 以身一 我大不了不要了 我就顶你 顶身一好晚了 要不然不能不要 OK 你可以看到一个嫂子呢 直接就把这个司马仪给他顶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令牌还是比较好用的 当然了 我没有爆剑 如果有爆剑的话呢 打这俩Boss你也懂 是吧 这个爆炸的 这个66A6A的一个树冲 就能行吧 之后往前走 这里呢 来到了这位置 沙漠克这呢 我是决定呢 用一个 呃 换一个那啥 换一个这个 换一个火箭 结果的话呢 来了个爆剑 我太开心了 忘了换这个 忘了换这啥了 忘了换铁剑撞了 结果的话呢 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啊 就是说呢 我身上用 手里拿着兵件撞这个啥不着 三下就撞跑了 我还撞的挺陶醉啊 我还撞的挺开心 结果的话呢 少一个火箭 这里呢 我迟迟不愿意离去啊 我的火箭就那么立马而去了 如果有这个火箭的话呢 我一定会揍一揍这个谁 一定会揍一揍这个旅工 我让他明白对吧 火箭的妹子是他惹不起 结果呢 没有火箭呢 我就放上一条生路了 这里呢 被这个沙漠盒呢 打了一个秒杀技能啊 这是沙漠盒的招牌秒杀技能 但是的话呢 我的衣服 让我呢 没有挨秒 你等一会儿啊 别着急啊 等会儿我整死 等会儿整死 这里呢 来 66A 6A 66A 我手里拿的是兵件 对吧 直接就拿下了 然后呢 我也不准备打马超啊 没有什么提升 对不对 我也不和这个 那啥 我也不和这个衣服 不是不和衣服去了 不和武术 我衣服也有了 所以说呢 马上没必要打 我们来搞一搞 这个赵云啊 各位一定不要扎眼啊 我打这个赵云 那太快了 出场直接一个飞碟 然后呢 直接就拿下啊 非常轻松 走 这个运气情况不一样啊 勾引的出招 把这个赵云勾引的出招 一个飞碟运中 暴气 来了 别扎眼 千万别扎眼 扎眼他就 你就看不着他怎么死的了 这就是三剑这个暴力输出 是吧 各位 你可以看到呢 三剑现在这个输出呢 跟前边 单兵剑的输出 完全是不一样了 完全是不一样了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赵云没看清的话呢 你再用这个诸葛亮的看一下 再用诸葛亮看一下 这位置超不错 没啥意思了 超不着火箭 我现在呢 都缺一把火箭 都缺一把火箭 OK 咱们来看啊 诸葛登场 什么叫家暴呢 我们来看一下 皮对不对 跟黄元英皮 马上就皮不起来了 这位置给个傻子弓箭手 一个飞机就可以死 这傻子弓箭手 比较不错的 这里呢 我是 哎呦 打我 你打谁呢 半个气也够用啊 我们来看 飞碟起 撞6A 撞6A 撞 再见 只需三次啊 撞打 撞打 不是撞6A 撞6A撞 拿下了 搞定了 这是9万多滴血的boss 是吧 直接就没了 脆的就跟个纸一样 这就是闭黄元英 好玩之处 他凶啊 对吧 特别的好玩 那么呢 来到了这个三个龟一桶 咱们呢 稍微往前剪辑一下 龟一桶这里呢 是一个 张辽 一个许楚 这里呢 张辽许楚呢 我是可以撞一个那啥 可以撞一个这个 大九 深深的话呢 虽然没格子了 但是呢 头盔可丢 头盔可丢 这里的话呢 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如果你这个 像我这种 气用的这个 不是那么太平凡的 因为我不怎么开皮杀 对吧 我基本上的气呢 都拿来爆ABC用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一个大九呢 可以爆好多的ABC 我就把头盔直接撇了 就完事了 因为呢 平时也不怎么用气 气基本呢 都是一个满的状态之下 这位置呢 我就在拿这个爆剑呢 撞这个虚处 张辽打我 我就顶着 拍一个48必杀 空一个场 然后呢 等虚处起来 我再撞他 走 大九出来 头盔一丢 头盔一丢 捡一个大九 OK 这样的话呢 咱们把这个虚处包死 直接一个撞带走 一个撞 直接带走 然后呢 就剩一手张辽了 张辽的话呢 我是打打连招也行 用这个暴剑接着撞也行 看这个 怎么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了 来了 暴气了 暴剑撞 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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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张辽还能撞个时间 挺神奇啊 以前我都不知道 这是刚好赶什么 刚才这个6A失误啊 但是不影响啊 这里继续 66A 6A 搞定 这样的话呢 把这个张辽呢 轻轻松松 就打下了 这个三剑没有腰带 正好啊 可以把这个 鼠星剑的这个伤害呢 发挥到最大 然后呢咱们继续 再往前这个切一切 切一切 来到了这个谁 来到了这个柯俩 这柯俩的话呢 一个怕兵剑 一个怕火箭 那我没有火箭 我只能呢 先用这个 兵剑 来玩一玩 这个怕兵的这个了 飞碟起 爆气 直接来 66A 哎 这怎么干那头了 出了点意外啊 不要紧啊 不影响 现在小意外 小意外 再来 66A 66A 直接带走 如果有火箭的话呢 底下这个操飞啊 也是同样的命运 那么呢 咱们这里呢 我是可能 用用破箭状吗 或者呢 是打一打连招 看看怎么打的 我也记不住了 这视频呢 打了好久了 也是呢 在当时直播的时候 一个老板片的 就是解约老板 所以你想玩啥 你自己推荐一种 我说大哥 我玩火焰猎费6 就有了这期是吧 然后的话呢 好多人就说呢 那永啊 那我怎么想看你玩啥呢 是吧 哎 那就有了 是吧 那就有了 前后玩啥很容易啊 你可以呢 来这个西瓜视频 那就把西瓜视频 无论呢 你是用这个网页收看啊 这个百度西瓜视频官网 或者说是呢 这个用手机收看啊 下载一个西瓜视频的APP 然后呢 你这个搜索发视频的ID 或者防检号146啊 我会在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 一般都是往左 哎 你就能看到我的直播了 那么好吧 咱们继续来看一看 这个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画面 乱世枭雄 我这里呢 选择一个报件来 分数呢 也是来到了C7啊 快到了一个满级了 满级的话呢 伤害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 具体能高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啊 这位置的话呢 也无所谓了 乐意高多少 高多少 身上有衣服也不怕的揍 这里呢继续签签A 签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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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88套筛 先玩死一个 之后呢 剩一个妹子 剩一个妹子的话呢 哎 剪剪飞碟啊 这个飞碟也可以看到呢 在这局游戏里啊 对这个黄游人的帮助呢 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飞碟还是好用 给我个织女穿梭 得劲 好货 这里我给这个小边先清一清 换一个铁键 因为呢 这两个怪呢 一个怕火箭 一个怕电键 所以说呢 我没有克制他俩的属于电 那么呢 选了一个平打 而且呢 这两个怪呢 都可以压起身 都可以压起身 你要是不打 你也懂啊 都可以压起身 咱们呢 这个压的压 2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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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再来 挑一个莲花 清一个兵 清一个小兵 OK 最后呢 这个玩意怕爆剑 我直接切上 66A BVA 死了 你看一下 爆剑 最后继续 这可能要开皮杀了 开皮杀 等一个 所有的怪呢 都 不出无敌招的时候 开个皮杀 直接清场 还是可以 然后呢 这个威严呢 建议各位 是用道具起啊 我这里是没有道具 没有道具呢 就没有办法了 我选择一个硬整 我觉得 我这个硬整的能力 也是不错 整打整歪了 不好意思啊 来了 一个前A 直接带走 然后呢 前面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前面这个48B杀 怎么放呢 在以前的话呢 这黄云人玩的不好 没什么经验 现在我这黄云人呢 可以说玩的已经 革新硬手了 白卡 这48B杀怎么放 先等他们把开场上用剂 然后 等他们出光开场上 不用这B杀 别等他们起身啊 直接放 放 他们会自动起来 起来就不动了 这就是这个B杀 那个 真正连续压着起身的 一个用法 之前的话呢 也是不太熟 现在的话呢 发现这么搞 非常的容易 你可以看是吧 一个都没死 再开一个吧 再开一个 再开一个 起身 好吧 不用了 都死了 就剩一个铝布了 那么呢 吃吃加血 然后呢 刚想能飞碟 阻止他隐身 他就隐身了 不要紧啊 跑一跑 跑一跑 问题不大 之后的话呢 背面道具啊 还是建议各位解 一个沙漠科吧 因为的话呢 如果你不解沙漠科 可能 这个地图 你 打这个悟虎将呢 不太好打 你用这个 运功功夫 去干这个悟虎将 可能飞进 沙漠科的话呢 还是比较的简单明了 这里悟虎将呢 我是决定这么打 用这个莲花清兵 然后呢 这个能用莲花清兵 打到悟虎将的同时 我就能直接起手 然后的话呢 飞碟起 正常来讲 这个位置可以惨毒标 各位 你可以惨毒标 因为我是把这个 双毒道具卖了 当时卖给这个 一个追加的老板 所以说的话呢 你可以用毒标起 毒标起完晕了之后呢 这个就出 这个情况了 66 哎呀我怎么摔了呢 你又不打就滚了 就可以666A 666A 你看来了 是吧 这就相当于毒标中了 666A 当然了你废判也行啊 你选一个适合 你自己的道具 选一个你打手的道具 就OK了 然后呢 一定要有兵剑啊 一定要有兵剑 没有兵剑的话呢 是打不出这个效果 就位置再来 66A 哎呦这个马真剑啊 这里呢 是绕到了这个 赵云的背后 绕到了摔格的背后 给他一套 又搞定了一波 老爷爷 老爷爷的话呢 应该这个体格是经过我顶啊 我们来看 是飞碟 好把他几票了 但是呢 有一个破定 抓住的破定 6A没打到啊 这边是谁狗加血 先补一波 马超来了 加大铁马 莲花清一清 没什么好说的 莲花之后呢 66A想打 没打到 再来莲花 再66A 哎又没打到 这什么玩意呢 扔个隐神一 就位地下报应 其实那也可以了吗 我觉得这个 真正的隐神一 最后用不到那么多 这里呢 趁着隐神一呢 就好打了 对吧 我先一就死 谁来不了 我先一就储呗 等这个祝格亮落地 66A 哎 再打死 你再呼个水 牛逼 酷乎了 是吧 那么呢 咱们这里继续啊 一定要扔个道具啊 这个祝格亮 好吧 还没扔 我这图成事了 一定要扔个道具啊 祝格亮这个人 变数挺大的 变数挺大的 然后呢 这位置打马呢 我也没有什么令牌 直接一个平数了 平数了 直接就是 AAA 1-236A 打这个马应该就可以了 236 236 实在连不上 那么好吧 怎么打呢 A3下 前C A3下 前C A3下 前C 哎 这样打 这是一套完整的打马连段啊 利用这个B人物呢 AAA 这个互接的一个小特性 拿下了这个马王 死一个 剩一个就好打了 我们先吃个加血 冷静一下 然后呢 撞一个加血 这位置呢 剩一个 出这个弓箭手 也不影响 对吧 也不影响 来了 赚一个加血 继续 上线 AAA 这手残啊 这下 这黄鹏 这个第三下 一个第四下 他有点快啊 一般还有点空准不过来 OK搞定 然后呢 如果你打三件的黄鹏 最近啊 到前面这个位置 千万别扔张耳机 没伤害 千万别扔张耳机 那怎么办呢 就用兵剑 你可以用动物书配兵剑 你可以用影线一 配兵剑 你看我虽然调了张耳机 那我不会用啊 我不会用 这位置呢 先扔一个时间器 然后呢 他轮垂了 这里可以起个AB 或者直接秒条动物书 我选择了影线一 影线一之后呢 咱们直接暴起点 暴起点 利用这个兵剑的话呢 可以一定平行的搞掉 这个沙漠哥加黄盖 你看是吧 这里是一定要暴起啊 没有暴起的话呢 没有就是不断伤害 继续 再来 暴起点 好吧 这黄盖开了 终于打不死 那么呢 扔一个隐身一 或者扔个动物书 看你怎么选了 我选择扔了个动物书 有一个还没中 不要紧啊 不影响 剩一个傻子 咱们不雷的 咱们就揍这个小动物 戏夫那些不会动的 哎 就顶他 然后呢 剩一个的话呢 你就留着他跟这个 四百一起就行了 我呢 又调了个衣服 还有俩 我就随便盯死一个就行了 这顶不着啊 你在逗我吧 黄盖这个轮是无敌的 有点疼 不要紧啊 慢慢顶 俩黄盖的话呢 还是好搞啊 早晚能顶着他 哎 利用倒地的无敌 看不看着各位 利用倒地的无敌 一个66A6A 直接拿下 牵一个暴剑 调一个衣服 直接换 利用暴剑 然后呢 暴一个大九 因为这个位置 你不暴大九 你没有格子 捡连身腿 是吧 是不是暴大九 打四马一 你不要66A6A啊 连不上 你就直接66A就完事了 直接66A三次兵死 伤害绝对够 一个隐身一期间 他必死 好这样的话呢 黄盖就不勒他了 然后呢 空出一个格子 大九一丢 捡一个这个啥 这也是为什么 前面有丢了头盔啊 因为的话呢 你得有一个格子 捡这个雷神锥啊 对吧 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想啊 现在你去丢头盔 捡一个 捡一个这个 雷神锥 那你肯定不是满气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这个地方 你丢大九 这样的话呢 你下关的气就够用了 小细节 那么咱们来看这个操操啊 操操自然也是冰箭 也就是冰箭 来看十万 十二万选的操操 怎么搞 直接呢 开场就是一个飞盘爆气 我这是等一个小兵 看看这个什么兵 爆气飞盘 小兵离得远 66A 6A 哎呦 这个连招失误了 有点打的垃圾了 没事 偏一个气 很关键啊 这里再来 飞盘不想用了 生气了 66A6A 66A6A 66A 注意这个伤害各位 他死了 四次 你没看错 四次 这个变方人的话呢 只要你学会这招 那么呢 就是一个 无脑通关的开始 无脑通关的开始 之后 咱们呢 来到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记得 打死操操 一定要调好爆剑 调好影响一 开场的话呢 直接影响一 然后呢 爆剑拿到手上 之后的话呢 先把小兵清掉 然后这位置爆爆气一样 因为呢 小兵一下死 Boss呢 是一个 两三下死 对不对 他爆爆气 没什么区别了 对吧 这位置的话呢 就得选择不爆气了 一定要这个 因这个场景而异啊 不要说每个地方 必须爆气 或者每个地方 进步爆气 那样的话呢 是不对的 然后呢 这个火啊 你先不雷他 先让他喷火 先把他 撕掉了地 就行了 之后呢 你调个衣服 可以调个衣服 也可以硬扛 我这里是选择硬扛了吧 选择了一个硬扛 选择了硬扛 躲一个水 落地肯定是爱打 啊 太假了 其实的话呢 这个葫芦娃呢 你可以66A接一个 他就输了 但是那样的话呢 成功率低 我呢 选择了一个66A 6A 再一个66A 之后呢 这个巧 最好留一个 最好留一个巧 哎 留一个巧 等隐身的出来 先把隐身的娃干死 这样的话呢 别让这个娃 跟下一个娃 回退到一起 那就OK了 就OK了 等他出来 你看66A 直接就搞定了 那最后一个娃的话呢 也是就不开心了 这位置的话呢 双倍攻击的胖子 咱们又联合给他炸死 之后顶着他的葫芦 给他冲两下 也就完事了 直接冲起来 扫 扫 扫 搞定 OK 那么呢 咱们剪切一下 剪切到这个佐斯处 一进门一出门 来到这个佐斯处 来看看佐斯怎么拿 佐斯没有火箭 其实的话呢 这就是可以有火箭的 没有火箭的话呢 那就用司马打了 如果有火箭呢 这个位置呢 就是火箭66A了 没什么好说的是吧 爆气火箭66A一顿捅 就完事了 但是呢 没有火箭呢 一二没有火箭的大法 并不影响 咱们呢 把这个佐斯拉出来 我现在呢 是测试一下 这个爆箭打这个火箭 疼不疼 疼的话呢 我就用爆箭顶 不疼呢 我就用司马一 这是我现在的影响话 爆箭也不好顶 这个佐斯得沾上线顶 顶了 一下1800 拉倒了 别扯 果断放弃 用司马 司马用个 一个两阵的 然后再开点必杀 就完事了 这里呢 我开了个必杀 因为必杀是火箭啊 火箭必杀 所以说呢 伤害挺高 先把气用一用 因为呢 先把气用一用的话呢 你再用司马打的话呢 打这个撞的时候呢 撞到小编还能加气 还能加气 我们来啊 我们过来 司马一换 你看这把撞死小编还加气 如果这个佐斯也是撞死的话呢 还加一条气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一定要这么用 先用机再用司马 最后的话呢 躲着这个服 先用司马就怕这个服 不要一直无脑加长A 不要无脑加长A 这里是打一个那侠了 是打个腰带了 看来果然 小黄叔打腰带 那佐斯跟西加不上了 小黄叔拿一个腰带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三件加腰带 装备也齐了 对不对 可以了 OK 拿上腰带 吃上加血 直接往前走 给各位剪切一下 前段的时候 忙忙多多的boss呢 我是选择了用司马一种大 这的话呢 我们开地下的 我觉得漆不够 给他们搞死 啊 这谁打一下 这么痛啊 不要紧啊 你继续死吧 就打一下 只是个意外啊 不可能一直打我吧 他们都一直笑我 哎 当这个下吼倒地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接连的这个 开始 继续 来继续下来 哎 你看这个伤害 对不对 可以啊 这控场能力够用 那么咱们就用一个司马呢 把这个场呢 技术轻易差不多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下吼灯快死了 我也快死了 但是不要紧啊 起一手必杀 啊 下吼灯一死 我直接可以吃一口家卷 就快打 剩一个下吼鸳呢 随便打 这位置呢 吃一口鸡腿 然后给他拉下来 吃一口人参 募引他出一个破定 大范围绕 人参吃掉 想打死就打死 不想打死就直接走 我这位置呢 看着跟我在这 撕到半天 我得撕他一死了 等他出一个破定啊 这个破定有点快 但是不要紧 这里再来 三下A 6A 呃 好吧 我这里想6A互接没接上 这个6A是可以互接的 这位置呢 再等他破定 继续 三下A 6A 来 236A 6A 236A 搞定 一套两招 伤害非常的暴力 那么呢 吃满血 咱们直接走啊 你就会紧接一下 就不往这个里边进了 直接呢 来到了这个 茫茫多的这个boss 不用多三个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战角丁 无脑丢 因为这张鸡呢 在往后就没用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战角丁无脑丢 前面之所以不丢呢 因为没腰带 清单的话呢 有了腰带 只要一撇 伤害也够对吧 用这个张鸡呢 全丢搞死这个下后渊 搞死下后渊 只剩一个杀了一步 就好搞了 然后的话呢 气量等吕布起身 丢战金 这样的话呢 战金可以打吕布 一个两次伤害 慢慢的这个伤害积累 还是很固观的 莲花起招 招子还是很野 是吧 莲花起 空码 36A 互接 落地A接6A 直接带散 OK 再往前就各位千奇啊 来到了五湖匠 打五湖匠之前呢 记得丢一个时间啊 要不然时间会不够用 那么呢 这里来了 就在小黄树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物章呢 最好用的道具呢 就在小黄树 原来小黄树有个牵引力 那把他放过来呢 吸到一起 然后呢 无限的这个制定 基本两个小黄树就保证了 等 等他了 等他们五个快起身的时候呢 接着丢啊 这样的话呢 第二被小黄树已经结束了 感觉小峰的伤害稍微高点 不当时就有错 OK 这样的话呢 两个小黄树结束 躲一个八卦阵 张辽 就用死马一 你可以看到呢 我这安排很合理 是吧 一个四马一 肯定是不够 两个四马一的话呢 绝对不够了 这样的话呢 用这个张辽呢 把这个四马一打死 然后呢 面前最后的这个双boss 就完事了 这里再来 早点 你也要不打啊 你也懂 这就是五岛下传A了 这里的话呢 就是保修五岛 下传A连成有 尽量呢 不要有缝隙 别给这个张辽 哎 哥们来 来给我来练防来了 赵子挺野啊 赵子挺野 第一个四马打了四万笔雪啊 但是这是一个 呃 比较不常见的情况啊 正常的话呢 这些四马都能打到雪上 两六万毒用 有答应的四马的话呢 这一个轻轻打死 我这是没答应 所以就用了两个 然后好多人可能说啊 那牛横你这个黄学生打了最后一关 没有 没有五神令牌 没有四马令牌 没有张 没有这个 呃 五步令牌 你怎么打 是方法 首先呢 咱们这个命是满的 女神一几乎也是满的 然后呢 这个 什么也是满的 酒也是满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东叔 竹子 张链剑 随把打就搞定了 那么咱们来看啊 这里我怎么打 我是呢 选了一个暴剑 然后呢 我想看一看暴剑的输出啊 来了 开场呢 先给一个竹子 把这个葫芦娃的这个葫芦给这去掉 可以叼葫芦再见 还给你成衣 没什么好多的了 暴剑 继续打这个丧心病狂的连断 我这里一看啊 这个暴剑之后呢 这个66A6A呢 伤害不高了 因为呢 这个腰带呢 影响属中间的伤害了 我呢 我给腰带比 我再试试伤害 哎 你看这个伤害 就比刚才好像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那试试证明的话呢 这个葫芦娃呢 不怕暴剑 现在呢腰带也丢完了 想这个再减过来 不限时了 那没事 咱们错 错有错着 一路 一路这个走到底 一路这个 错着走到底 之后呢 我这里是打一个 前一的一个连段 我看个前一连续打连段 伤害搞不好 换了一个铁剑 换了一个铁剑 这不是有大傻子吗 好吧 这位这个楼我湖水 我要开必杀了 先把这个 这个 但是必杀打得还挺疼啊 那早知道 这腰带还得拿着了 好吧 这里的话呢 看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证明了我打这个葫芦丁呢 这个腰带丢了的话呢 伤害应该是没关 接下来我应该是死了 跑不开了 狂开AB 看能不能开出来啊 果然 开不出来了 那也行啊 骗了个气 保证呢 我这个下次 下两次的必杀 能开出来 那里呢 再开必杀 这就是无脑必杀了 这里就好还是有腰带啊 我当时是为了测试 没有腰带 属性的伤害行不行 所以说呢 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气了 没气了 就愣以臣一喝酒 喝酒 然后呢 用这个包剑继续除 继续除 继续除 其实还行啊 这事 一次小一万吧 但是它是无限连呢 对不对 这无限连呢 无限连它就牛主意了 一定要不要储开心了 一定记得以臣一的时间 储嗨了就出事了 这位置呢 动物属除 动物属除 这个七万六呢 可能再愣不着动物属 等着起来 好吧 我可能要没了 哦 这给它打回去了 可能落不了地了 哎 好像落地了 哎 一个动物属 给它变掉 可以啊 可以 然后愣个隐神一 躲一下这个武神 别让它干扰我动物属输出 动物属的输出呢 说好的输出 输哪去了 好吧 没输上啊 这里不要紧 给它拧上了 再打 隐神一无限连 就干就完了 好吧 那边输了 刚才这位置继续啊 这个 得 隐神一刚消失 就冲死了 如果有腰带的话呢 现在这个葫芦 应该已经被我打死了 看来这个棱腰带 绝对是个错误的选择 建议各位呢 不要尝试啊 可以打完这个葫芦 打死以后呢 武神棱腰带 这个选择应该是正确的 那么这里继续 再两个一起打 和该子 完了 追地了 追地的话呢 就是661的效果呢 变成了这个单断了 这有点坑爹了 好吧 这里有个报复大酒吧 气去满 等气到消失 等气到消失 变成动物 其实你最好打的方式是啥呢 原来变成动物 无限用这个地下追地 打一下 我觉得这没有打一下 应该打一下吧 这个气下 这是一个 细节上的一个 不对的地方 好吧 这样的话呢 无限追地了 然后呢 扔酒壶 继续 扔酒壶继续 这样呢 可以把他俩一直 固定在动物的状态 只要这个火能了着 哎 然后再必杀 他们起身的话呢 逼不回去 因为的话呢 被这个黄鹏龙这个 必杀呢 把这个动物状态锁住了 哎 这样的话呢 我连续都捂到 必杀 把这个 怪呢 在无限动物出的状态之下呢 直接打死 然后呢 我再继续揍这个武神 你可以看到这个腰带 丢了 打这个武神 其实是挺好的 好 不倒规 注意 这里呢 666A 这我报气 没报气 这位置呢 再死一命 无所谓了 病多 他们呢 八万血 爆气 直接趁着以前一个无敌 66A起 66A是破防的 爆气的66A破防 他只要是 哎 他怎么不飞呢 他怎么不还手呢 哥们也被打傻了 直接66A起啊 飞还手啊 怎么了兄弟 我记着你挺强啊一些 挺能死吧 加血啊 咋的了 不给力啊 他是不是蒙圈了 好吧 最后的话呢 是把这个武神的一套无限连啊 他也没有强制反击 直接就带走 那么呢 伴随着最后的一个大火巧 咱们呢 今天的视频呢 也就告一段落了 好吧 我呢 是本期的主打者和解除永恒 这一期的黄游 应该玩的还不错 是吧 相信呢 各位看完之后呢 应该也能玩的不错 那么呢 咱们明天的投资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